我们先画2D的这地方 两个正六边形 那它这个地方没有给我们尺寸 不过大概给底下大概 看大概就100嘛 你的每一边边长100好了 然后里面那个就是给它个70好了 那比如说画像画这两个正多边形 如果要同心的话 当然我们前面讲过 你最好先画一个圆当成辅助 不然两个不会在一起 因为你要抓中心也不好抓 前面也有讲过 那画的方法我是建议 你可以先切换到那个上四图 因为一般是东南等角的 那你可以先切到上四图 画完之后再切换到东南等角 会比较简单一点 上四图 切换过来之后的话多边形 那我们多边形的数量 先给它6Enter 这边的话输入6 先给它6边 那有两个 6Enter 先更正一下 先画个圆好了 那这个圆当成辅助 它才会同心 那这边用正价 往这个方向 那先给它100 半径100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用那个 画那个多边形 那这边数量 边给它6 6的话呢 那接下来中心点 就以这个当中心点 这个圆当中心点 那内阶 内阶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的半径 那直接就到这边就好了 因为它的半径就是跟圆一样 直接点四分点 点一下 就做出来 接下来的话呢 另外一个多边形 那一样 利用 因为多边形本身没有中心点 圆的话呢 会有中心点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指向给这个 这个圆 6边 Enter 然后呢 中心点就是圆的中心点 点它一下 那内也是用内阶 内阶的话呢 方向我们给70好了 70Enter 接下来的话 把这个圆删除掉 并且切换到那个东南灯角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要的这个图形 那再来的话呢 它这边要我们练习怎么样呢 练习做一个什么呢 挤出 挤出的动作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在正多边形 其实 因为它本身呢 移过来就是聚合线 对不对 所以聚合线 不会有影响 如果说你现在呢 直接用所谓的 那个挤出对不对 挤出 然后选这个物件 选这个物件往上 选这个物件中的话呢 指定对 选它 然后要选取 按个空白键 然后呢 往上 看你要挤出的方向 比如说我要挤出50 按个Enter 50 Enter 往上 那如果里面这个要挤出100 那你这边的话就直接挤出 选里面这个物件 选这个要挤出物件 按个空白键 高度的话 比如说100 100 Enter 那我们再切换 切换到其他的 比如说这个视觉形式 这个 我们用那个概念的视觉形式 那挤出来的话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那在这里 主要是因为这个线段本身呢 就已经是聚合线了 那如果说你现在要不要把它改成灭玉 或者去 其实都没有关系 在那个挤出 因为挤出如果已经是聚合线 就不用去理会 那会有差别的 就是第三个图 四支三十六页的上面有没有 第一个图是六边形 那第二第三个这个有线与聚合线的建立图形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个图形就会有问题 比如说我们一样切换到那个上次图 然后再来画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画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的话 比如说我这封线大概先画一个 这有点像那个像这边过来 距离我大概抓一下 大概就可以 你画一个大概的一个图形就可以 那往上斜边 斜边的话用极座标 那角度的话你这边大概给它一个四十五度 OK好 四十五度 大概给它一个 抓过来这样子 那把它做一个结束 那是给它大概画一个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尺寸 那接下来如果说呢 我们要挤出的时候 把它切换到东南灯角 好 比如说我要把它挤出的话 像这个图形 挤出你会发现 要选取挤出的物件 选它 选它就按空白键 那挤出的高度大概给它一百好了 Enter 它挤出的话你会发现 挤出的结果会变成怎么样呢 它是会变成一个线段的挤出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挤出的是怎么样 挤出的是像这个四十三十六度下面 挤出的话现在是线段对不对 如果我要挤出一项下面这个的图形的话 我们先把它按Ctrl自己复原 因为呢 你会发现为什么是线段 因为它们之间现在是什么样的 线段 那刚刚的话呢 它是一个什么呢 聚合线 也就是如果说我今天要把这个面挤出来的话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请你把它变成聚合线 第二个方法 请你把它变成面域 两个都可以 试试看 B O 还记得这个指令吧 B O Enter 然后呢 我先把它改成什么 聚合线 这两个都可以 有没有 一个聚合线 一个面域 那我先用聚合线按点旋点 点这里面对不对 点一下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把这些线段 全部都加在一起 变成一个什么 聚合线 按一个Enter Enter之后我们游标移过去 现在是不是聚合线 再一次 B O Enter 点选点 点了之后有没有 按一个Enter 应该建立一个聚合线 现在就聚合线了 好聚合线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试试看 如果用什么呢 刚刚的挤出 对不对 刚刚是挤出的是线段 对不对 现在的话你把它点一下 然后挤出 选了之后呢 按一个Enter或空白线 接下来的话呢 高度100 100 Enter 有没有差别 一个是在你的四字三约六约这边 一个是如果是你没有聚合线的话呢 它就会只是线段的挤出 那如果说你现在是聚合线 它就会是面的挤出 这两个差别 那你会想说 那跟面域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我们把它Ctrl Z 复原一下 再还原到两个Ctrl Z 还原到现在是线的状态 现在有没有线的状态 对不对 再来做一次 B O Enter 然后现在把它改成面域 确定 在里面点一下 它会增测到这个面 按个Enter 现在就变成一个面 往前推一下 让它更新一下 那当然如果你挤出的话呢 选它 然后按空白键 往上100 Enter 其实结果 跟聚合线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部分的话就看你了 我觉得就是 我一般觉得就是说呢 你如果用聚合线可以 那你就用聚合线就好了 用聚合线就好了 那有的时候 当然一定要面域的话 你就是直接用面域 那这里的话两个方式 我想你们可以试试看 把这地方先试着完成 那刚刚的地方的话 主要是先做这一个 正六边形的练习 那正六边形为什么没有问题呢 主要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聚合线 那问题来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怎么样 诶 我今天想要把它做成什么呢 做成不是像这样的实体 而是什么呢 而是像一个围墙一样的实体的话 那怎么办呢 其实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就是正六边形做完之后的话呢 多做一个动作 诶 对 没错 就是呢 这边有个什么 它以前旧版叫炸开 那现在新版呢 都叫做分解 也就是说你把它做出来的 这个线聚合线嘛 因为多边也是聚合线 对不对 你把它分解掉 再把它怎么样呢 挤出看看 挤出来的话呢 就不会是一整个面 而是线段的挤出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 这个部分呢就是挤出 跟那个拉 那个什么 我们后面会讲到那个叫做 这个Push 这个应该叫做 推 叫做 叫按拉 叫按拉的这一个功能的差异 那按拉的话呢 实际上跟这个挤出 在这地方呢 有蛮大的差异 我等一下再来看 先试试看 利用刚刚这两个范例 也一起看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